嗨大家好 那这个视频呢 跟大家以往看到的风格可能有点不一样 就是这集我想介绍一下 做一个环保的人的日常的一些东西 还有如果你想开始当一个环保的人 你可以从哪里入手 怎么去做一个环保的人呢 那这个视频就很适合你看了 那首先我想说一下就是环保这个概念 可能很多人就听环保就怕了 就说就觉得环保 他是不是必须是要很积极 就是很想象到像那个Greta一样的环保 环保分子很激动很激进很 比较极端的思想的那种环保人 其实并不是的 你要做一个开始为这个世界 开始为这个地球去出一分力的话呢 其实门槛没那么高 比大家想象的那么高 所以你马上就能做到很多东西都是 那我先说一下比较日常一点的吧 就是很多人都可能会已经有了 就是这个 八文贝也是我最爱的 黄色很爱很爱 其实这个颜色我就买了 我买的是这个牌子 Thermos Thermos 然后是一个比较久的牌子 老牌子吧 有另外一个牌子叫Tiger 也是一个老牌子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上网看一下大家的一些用过的厚的皮 给予去断定大家要买哪个牌子 因为好的牌子实在太多了 这个平台我也不是说要买广告一下的 ok 所以这个特别呢 这个有个扣 但是呢你用手放进包包里面呢 就很方便 但是呢如果你忘了去把它扣起的话 那就麻烦大了 我就可以按一下 他这个盖子就开了 有两次就是我这个 我忘了扣这个扣子 然后呢 我不小心碰到他 然后我带这个石头了 真的是 所以 对 可能唯一担心的点是这个吧 还有第二点就是重量的问题 其实他本身这个被子 就是很 比较轻一点的 我觉得还行 当然如果有水的话呢 那可能一定会重一些的 就是 为滑马出力吧 就是要洗身一点点 那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 肯定就是 这个了 好 我再开给大家看一下 里面呢我装了两个吸管 这个种就是我平常也会很容易可以带出去用的一种物品吧 这种物品 一个是粗的 一个是右的 细一点的 那为什么有两个呢 我可能比较挑剔一点 精致一点 出了 就是你可以再喝一些有料的代茶 比如说珍珠啊 有一些芋圆 芋头 芋绒 那这个就是喝一些没有料的时候就可以用的一个吸管 那这个是我袋子的 我是在香港的这个Slowwood去买的 然后才会配这个袋子给你 我忘了事业分开门是怎么样了 这家是比较有名的了 在香港有一点名气 因为它也做了好几年 然后里面的产品也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好的环品 环保的一些产品 包括说洗液啊 洗脚用的东西啊 你想象得到想象不到的东西都在里面 我推荐你们去看一看 它其实会有配一个这个 呃 冒冒的东西 然后用水冲 然后这样子撩撩撩撩撩 然后会去商场或者找到洗手间的地方 或者可以洗手的地方有水的地方冲一下 用这台带个袋子放进去 然后呢就不会怕弄脏或者怎么样了 其实还是挺方便的 再来就是这个可能比较少人用一点一点 再可以拆一拆这个是啥 M经 卫生棉 卫生棉还是卫生 卫 卫 卫生棉 对 通常会有几个 这种不同的尺寸 可以给大家去选用的 嗯 然后其实说实话哈 我因为这阵子我在外面的时间可能比较多一点 所以呢我就没有用到这个了 很少用到 但是比如说如果我是在家里面工作 或者是work from home 嗯 怎么样 他在家里 然后来M了 我可能会选择用这个 首先他是一个重用的商品 他是可能用半年就换一次的商品 大家可能也会考虑到这个卫生的问题 就是他到底那个细菌能彻底的清理好吗 这个我也不敢保证说哈 但是我反正就是有用过一阵子的时间 我觉得挺好用的 他也不怕漏啊 也很非常非常舒服的面料 嗯 对也很推荐大家去用吧 一个东西 那我在外面的时候呢 我是试过用一个袋子去装着的 但是 嗯 因为他是这个材质嘛 所以其实 你要保证他不会弄脏你的袋子干嘛的 所以可能到中间我有一点点放弃用他了 嗯 也是怕麻烦 但是呢 嗯 因为我拍这个视频把它拿出来了 我也想 嗯 下一次开始又开始用他了 就是想一个好一点办法看一下 能不能把它 我在外面的时候也能用 出去吃饭的时候 一般都会有剩菜的 所以 我会把一个小盒子 也不是小 这么大吧 这么大的一个盒子 然后我会带过去 带出去 一般我们会开车的 就怕重了啥的 但是我一般会带着一个盒子 如果要知道要打包 或者要 呃 怎么样的时候 因为我们也是非常讨厌去浪费的 但是我们打包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带盒子的话 那必须是要用他们的餐厅的一些新的 胶的盒子嘛 那就其实也不太环保的 你做得了食物 但是你要牺牲的一个胶的东西去装它 其实有点 嗯 可以做的好一点的话呢 就是自己带一个盒子去装一些吃圣物的一些食物 这个是我们家会这么做的 另外还有一个我越想越多 还有一个就是带子 对 带子很重要 带子为啥呢 因为其实带子无处不在 比如说我们去买个零食啊 去买个菜去 呃 怎么样 怎么着也会用到很多的胶带 当我们可能知道自己要买东西的时候 可以带一个环保的包包 那你会想啊 这么多东西带吗 叠起来这么小的 这么小个的 可以叠起来很小个的 然后你就塞在你包包里面 其实很方便 你用的时候再把它打开 那就超级超级方便 其实没你们想象中那么复杂 只是需要你们想清楚 哦 你是不是要买东西 那提前想清楚 你再把它塞进包包里 或者你可以备一个在你包里 啊 然后需要的时候呢 随时拿出来 随时挺爽的 大家挺爽很爽 那种感觉好像 哦 这个世界又少了一个垃圾袋了 又少了一个垃圾 少了一个胶的东西了 然后包括去买菜的时候啊 就是这个习惯也是我 我 我就是 比较强硬一点才建立起来的一个 习惯嘛 因为我爸是 我们上一辈子 所以上一代的人 嗯 他们是比较没有这个环保的意识 啊 所以 每一次我跟他去买菜的时候 都用到很多很多家 都很心痛 但是他属于那种没有感觉的人 所以 啊 但是我慢慢的给他洗脑 好洗脑 每次我跟他去 嗯 买菜的时候 我就要 呃 尝试把这个习惯建立起来 我就会把一些用过的袋子 当然那些袋子不能够说是太脏很脏的样子 然后会重用那些袋子 有时候我们装那些菜啊 其实刮刮菜菜 其实他装完以后的还可以用的 我不需要去把它丢掉还是怎么样 还是干嘛 嗯 还有一种就是可以把那些袋子 可以拿来用来装垃圾 日常家里的垃圾也可以重用 就不要直接把它丢掉的意思嘛 所以其实很多种这种 其实我觉得说不完的 真的说不完 哈哈 好了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呃 热后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再拍这 这一类视频 但是 我觉得挺好的 分享一下我身边 一些 作为一个比较 环保一点点的人 所背的东西 然后跟大家分享 分享这个 东西 我觉得也是我 想做的东西 嗯 行吧 下次再见咯